下一套就是《官機》 第二季 但其實很正路,你不覺得它有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分別 你只是照看下去,一氣呵成都看下去,沒什麼特別 可能它很早已經說定了,就這樣做兩季 故事就完畢了,就照做了,沒什麼 其實你說好不好看呢?是OK的 如果你說以近年來講,這些改編類型的作品 演繹出來的節奏,或者整體的言比,可以交代故事物 我沒有看過原作,也沒有看過漫畫版 算是頗好理解和頗明確的 不是,它是《曬光正常》 我們講完整的,整件事比較前面,我們講了一堆東西 前幾季的東西來講,它的《曬光正常》 它要講的《曬光正常》先,沒說OK,沒說OK 沒說好多多 人物也沒有太多餘的運用,比較簡單直接 因為它主線圍繞著的都是三個人 兩個《曬光正常》,一個《曬光正常》,白色《曬光正常》 然後再加一條《龍》 沒有什麼的,它每個每個都打那些英雄 收七龍珠,不是,收七七的維體 那收維體沒什麼特別的,最初就打吧 慢慢的故事,然後又有其他東西出現 譬如他們那隊的機關,有另外一個紅色的《曬光正常》 還有一個藍色,最後下跪,還有黑色 其實每個都透過每個不同的類型 為什麼有個一模一樣樣的女生的出現呢 去帶出這件事究竟是一個什麼計劃 點對點,就像玩RP一樣 去到一個地方,加上任務之後會多一些主線線索 這樣就輪著來做 很正常,很正路的一個RP遊戲 它的主線是這樣的 比如說,他們大家都研發到一定份量的遺體 然後又是那個閃閃的叫什麼伊奇人 不知道是什麼鬼 伊奇人 突然間又不見了那個人 這是GM Game Master 看到它的島上拿了那些法具 槍 外掛中堅,這是一個全遊戲的Raior武器 這樣就被街卡拿了,不好意思 其實那裡已經開始說過,因為他第一季的時候 不知道第一季還是第二季頭的時候 他有說回來,皇帝看到人們打到來了 其實那裡是不知道做什麼的 然後他就叫皇宮負責魔法研究部門的副院長 那時候好像叫那個人拿著一些工具走去其他地方 完成任務去 然後Cazu Corte就拜拜了,沒什麼特別 最初你覺得他可能拿著一些工具走路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回到那裡說,咦,又是這個人 原來他是奉命去做另外一些事情 然後他回到那裡做什麼 然後他再帶出那些艾仁兵 但那些都是支線 那真正他拿著就拿到那些皇帝要做出來的那些筋道 其實他很重點會說到 像我們說過魔王戰機 國王死了之後不是這樣死了 他的國民會流來四殺 然後他自己幫國人打完軍隊會怎樣 那些國家的眾神走了之後會做什麼事 他會說得很清楚 他不會這樣說,沒有了就沒有了 他的後部有影響 他會說這個交得不錯 他會說正常的故事發展官 即是國家瓦解了人民流離失所 有說的,我們的遺民會躲起來做不到的事情 那些遺神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個國家打完軍隊可能沒有事情做 那其實不要緊的,簡單的 他都是索尼最大惡的人民怨聲在賭 索尼,沒有關係 其實他不止的,他有其他事情做交代 例如其他背景,他連魔法也有交代 例如今天講過幾套作品 異能的沒有說那些異能怎樣來 某程度你可以說 即是他講精靈戰爭,那些異能跌出來 但是他講了一個說法 他沒有解釋太多事情 他還沒有拍主線 你可以不理他 那些什麼魔彈之王那些 那些魔彈外國炒飯 別管他 人家講龍具 不過龍具怎麼來又不知道 龍具怎麼來 總之又說見過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事情 那最後那一套魔法也是另一套 其實也有本書 但是他講得很明白 其實魔法是超遠古文明的東西 是自然界面的那些 氣獸裡面本身有的東西 人類學了之後 問題是他自然沒有魔力的生成器 在他的體內 即是他不像野獸那些 於是就要靠拿那些魔法絲物料 那魔法絲物料其實就是一些有強烈的意識的東西 包括任何的東西 其實好像現代人的消化石燃料 你可以用那些石頭 炭 屍體 骨 總之他生前有絲念 他在消耗人的絲念 包括現世人的記憶 那他的設定會是這樣 魔法那邊的設定 其實是完整的 即是他交代所有東西完整 那你也可以作為 其實早期這個設定也合理 因為他說 Tiger本身他沒有記憶 那他可能有個疑惑 就是他會不會之前用過魔法 而消耗了自己的記憶呢 所以他前面的東西沒有了 其實沒關係 後面講到其實 那個程式會被人關掉 你會把他關掉 但他前面會有這種可能的揣測 即是他會做到很多這些 就是透過他去解說這個系統 這個故事的世界觀的時候 然後根據現時劇情發展到的地步 你去聯想到有些什麼可能性 去解釋現在這種發展現況 但其實去到後面 他也是有再給多些設定 然後再解釋多些謎題 你才知道真正那件事 即是你不是被他帶走的 你會有些事情可以想到 他的設定其實是很完整的 他不會讓自己加一些細胞 他可能加一些新的東西 都是建基法在舊的地方 但原來剛才我們好像 即是新的想法 是誰會送舊的出來 對 但剛才那套出現魔法線 他是一些東西 書還書 人還人 主題還主題 然後寶具還寶具 可以是 那些系統是連錶的 是不同的 是思念體 總之你一定是思念體 總之你一定是思念體 看到發明魔法 你不要用其他東西做魔法 而且他很合理化了那件事 譬如說在第一季尾 他去講思念體那件事 他說要營運那個航空要塞 航空要塞要巨大的魔法能量 巨大的魔法能量怎麼來呢 捉一班女兒回來 接著拿去湯 湯完又不是殺死那個 他都吊在那裡 等他在那裡慘叫 等他有敵血 那他有強烈的思念 然後拿那些思念作為能量 去營運那個航空要塞 對 即是他會解釋到裡面的東西 即是他裏面做一些騎勵 即是不人道的東西 他可以說到為什麼 他會有一個原因給你 然後這個原因 又可以整件事有合理度 因為他作為他 是其中一種來源的一個合理性 那所以整件事就 他解釋是穩定的 那你說許芬的主線那裡 那他拿了那支跟蹈去量 然後他最後那個 因為其實他慢慢去探望不同的 不是探望 不是打正那些 那個不知道什麼 八英雄那樣 那他打打打打打打 那個後來買了支 也知道了 之後他第一季是打一點 第二季也打了兩個 接着打了三個 應該都打了三個 有些之前拿了 打黑 即是 compar證家裡 也拿了 但是要拿去就發現 其實隊長還沒Where 最後 這個就是找土伐隊隊的隊長 土伐隊隊的 其實是一個領主也 那個領主就在搞那些什麼武藝大會 其實他又想打仗,那為什麼他會想打仗? 就是因為那邊有另一個招牌 他打完國王之後,他又覺得這個世界真的 他跟張一樣,心無可戀,這個世界沒有打仗 我喜歡打仗,我沒有想打,我不開心,我不興奮 我現在很不開心,為什麼?做出出場戰 剛剛我被街卡找得上去,所以才會搞一個表演大會 他就報了這麼多局,然後被打仗出來,想搞錢真 就是這樣 但其實他講到那裡,然後再延伸裡面,你會發覺到很多事情 譬如說,原來那個土法隊隊長,他現在的謹慎 就是當年這對Sabata的兄妹 就是藍諸葛和呂佩葛 即是Toro和Akali,你當是師傅 類似阿哥和師兄那些 師兄,師傅的存在,那個角色 然後他又出來,會用得不錯 好的地方是,他整套東西的人物不多 勢力,就是沒有 明顯,因為他的東西是明顯 但其實他講的東西,又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他件事有一定的複雜性 但是他就用很有限量的筆物,去集中在主要人物裡 其他人要用來解釋的話,拿來消耗的話 他就會拿出來消耗了 那不需要太多前置 因為他講到七個英雄,八個英雄 那他經過每個英雄的事件,消耗了那個人之後 那件事就不再需要了 但他在消耗那件事的過程裡面 他在世界觀的設定 或者在主線的推移裡面,是加進了一步 但是到最後最後呢 你推到就是說,推到隊長上 那件事又合理,推到隊長上 然後最後再說回 哦,打隊長了 然後,哦,儲了所有遺體了 然後呢,原來那個皇帝又會變回出來的 原來Tryka這個計劃是這樣的一回事 集成所有遺體,那麼 那個位置加以卡就可以有一個身肉的權利 除了遺體夾在身上,搞一個皇帝出來 那那個位置就很奇怪 那個位置是聽大英雄的聲音 其實沒事的 那個位置很難接受,為什麼要觸手呢? 你不要來,王帆的東西會遺體嗎? 會飛的魷魚 試煉題嘛 那觸手思念嘛 如果是一個聖鷹兒也沒事的 我理解不了,不知道的 那總之就 搞定了,皇帝就重生 皇帝就重生了 皇帝就重生了 因為,如果你說他的大招來 轉身體這個概念 其實很多作品都用過 無論是日本那邊或是歐美那邊 但是 他的做法就是把那個人切開 切開之後再組成 但其實不齊 他有眼尖男的頭 不知道為什麼 剩下的他怎麼補 我不知道 可能這波數我就不懂 因為他很偉大 這個國王前國很厲害 他是發明魔法的人 還有他這個 他不單止是重生的 在某種意義上 因為他說原本人體有缺陷 人體有缺陷就是 魔法是源主於大自然的氣獸 但是那些氣獸本身是有魔法 魔力的生成器 在體內的 但是人類是沒有的 所以人類用思念體 他現在又重生 重生之餘 他又將他的身體 再變成合成獸 我自己裏面有魔法思念體 有魔法的生成器 我就可以自己製造魔法 不需要消耗 簡單說一把不需要入紙打槍裏做 然後再加上超強的槍托 就是他自己製造那把 他那個副院長 造個無敵超微來的衛星天 全世界所有人才能看到的能量 那當然是問題 他都要消耗能量 他自己消耗而已 但是他大規模地使用 都要多能量 於是就放好人造衛星上的天 吸收了你 當地下的啟弟 那這是什麼 AOE的世界帝國 你們就是中世紀文明 我已經是太空文明了 傻仔 你怎麼打你們 沒有人打 那個真是啟弟 你正在玩航空 我正在玩太空科技 我們已經是中世紀文明了 太空文明了 沒有人打的 但是其實 老實說 你說最後那一段 其實Tryka打完 死了就最好 沒有 因為整套東西 就是用魔法思念的 就算你說 之前說戰艦抓那些女生 不是殺他們的 要活生生的 拿他們的思念 所以你用魔法的思念 沒有用自己的生命 沒關係 其實沒有說可以死 我覺得 沒問題的 我覺得 都可以這樣說 但我不知道 我覺得死了 很合理的 那不知道 死了之後 就給阿妹 阿妹開心 最有趣的是 你覺得他兩季做得最好 那個位置 那個交答 做得最好 最有趣的是 就是 當去到最後面 阿卡利和洪拆卡 再見面之後 又叫他 那些名字 那個位置 真是好笑 不是啊 你立心畫面 在後面床 藏了兩個枕頭 那你就明白什麼事 這些東西 那你也留意到 你看回那段 不是人家的截圖 但我看到你是 我以為你這麼好 我哪有這麼厲害 好吧 去下一一套